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关注旧货大尾 又是这批货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碗 这个碗非常的大 我这一查差不多是20 这应该是21不到 这么一个大尺寸的一个大碗 还是这个提问 大家可以猜一猜 它是什么年份的 看一下胎质 看看是什么年份的 然后评论区留言 最后呢旧货大尾会公布答案 然后呢 现在也可以猜猜它这个画片是什么意思 咱们看看啊 有蝴蝶 翩翩起舞 真漂亮 什么叫细路分彩 这个就是细路分彩 画的非常细 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 这个画片呢 是非常传统的一个画片 刮碟连绵 什么寸 什么寸 什么寸意呢 那就是 繁衍不息 多子多孙 因为古人嘛 都以这个家丁兴旺 人口众多 为这个自豪 为这个追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赖瓜 然后这是蝴蝶 瓜蝶连绵 取了一个蝴蝶蝶字的这个音 其实不是蝴蝶的蝶 那么蝴蝶看起来就喜庆 我们说昏天喜地 看着就高兴 这就是一件 非常非常细的分彩 咱们可以看一看啊 我相信肯定有人还得说这是新的呢 这是那么新啊 好的器物往往就是老赛新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彩 桃红柳绿的 然后 你看就说这个粉色的吧 它这个层次感 蓝色的这个紫色这个层次感 那一眼就是 矿物之料 一眼老 这还一只大蝴蝶啊 一共四只大蝴蝶 大四席 瞧瞧蝴蝶画的 我打一下这个光啊 看看这个 隔离光 看见了吗 这是 常年氧化 材料 然后咱们看看它的这个底啊 北京是文物公司的签 粉彩碗 这写的是 我还没看见一块 前龙年制 这么一个印章款 看它的这个底足 一眼的打开门 幼稚不错 其实一看到这儿 大家已经可以判断出它的年份了 它是乾隆的吗 不是 是寄托款啊 就是后朝 仿前朝 这么一个对前朝的一个寄托 一个思念 北京是文物公司库出 非常的大啊 我一手拿着 反正你慢点 咱们呀 公布答案 其实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有说晚清民国的啊 我们定义为晚清民国 实际上就是那个 我认为就是民国的 保守的说就是民国的 这晚有个一百年 差不多 这入手 也不便宜 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 器物就OK 然后 有什么 不同意见 也欢迎大家留言 欢迎大家指出 咱们一起交流 一起欣赏 一起学习 一起分享 哟 压生运了 然后也可以跟大伟私信 如果在北京的朋友 也欢迎来大伟的库房 我们面对面的去交流 行 那就这么着 今天 大家多点赞 多评论 多转发 感谢您 关注旧货大伟 也祝所有看到 这个视频的粉丝朋友们 瓜蝶 连绵 好 再见